再來第二題 將紫色文字 紫色文字應該知道哪一個部分 就第二段的文字 段落分為三等藍 藍距間為0.5公分 而且並且要加什麼分隔線 所以重點在三藍間距0.5分隔線 OK 那首先的話呢 你必須把紫色的文字段落選起來 那紫色段落有哪一些呢 1 2 3 一直到這底下 那選的方法記得就這樣選 或者你郵標放在外面這樣選也OK 這樣選的話呢 會比較安全 比較可以完整的把這些段落都選起來 那如果你這樣選的話 這個是文字的選取 有可能會漏掉 比如說這樣選對不對 其實這樣選就錯了 為什麼 漏掉了 有沒有看到 漏掉了一個段落 沒有選到 這地方就會錯喔 評分的話呢 如果是考試的話就不正確 所以建議是什麼 優標放在外面 它會出現有沒有 箭頭這樣 往下 這樣就包含這個段落也會被選到 選到之後呢 我要做什麼 三藍 那藍的話呢 特別注意在哪個地方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可以找找看 這邊應該是沒有沒有藍 那藍的位置在哪裡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找一下 它的位置應該是在哪裡呢 在 在長 它要我們在段落裡面加藍對不對 那藍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 它不在段落 所以它在哪裡呢 版面 版面配置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版面配置裡面有沒有藍 有嗎 版面設定 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藍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請你選在其他藍 因為這邊有三 可是我還要做其他的設定 所以請你找到其他藍 其他藍的部分的話呢 有第一個選三 第二個呢 間距的部分 間距多少呢 題目要求是0.5 那預設是致圓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公分怎麼辦呢 0.5 後面加一個CM CM的話要自己打上去 OK CM就公分 那加什麼呢 加分隔線 點下去 OK 無效的 所以 在那個 這個2007 可以打CM 可是呢 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變成要怎麼樣 2010的話要打什麼 公分 不然的話呢 他不認得吧 我確認一下 那真的很麻煩 OK 那他0.5自動會把它轉換為多少呢 1.18個致圓 就是0.5公分 他等於1.18個致圓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2007的話 可以打CM 2007以前的版本都可以 可是2010 奇怪 他變成他不認得這個CM 很奇怪 老公沒有關係 你打公分 然後分隔線 打勾 所以呢 最後呢 記得喔 這邊3 然後呢 間距 0.5公分 分隔線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紫色文字 會不會照我們的方式來排列 沒問題 123 就排出來了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 呃 0 這個第二題喔 那第三題的話呢 就是項目符號 OK